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客家人的起源主要是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的 后来经过了几波的乱局,一步步南迁 才到今天的福建和广东一带 也就是说客家人的第一次南迁距离今天大概约1700、800年左右 但最近我看到一个说法,提到30年前的一次考古发现 判断客家人的南迁最早在300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 我对这个说法其实不太能够认同 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个考古发现来讲起 1989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在江西省干江边的大洋洲村 挖开了一个3000多年前的藏宝坑 这个藏宝坑特别的地方是在那边的沙丘 挖出了一个青铜怪兽的脸 因为出土青铜怪兽的地方是在干江的水道上 因此有专家研究出那是上古的时候一个叫做萧阳国的国度 这萧阳国在《山海经》里有记载 据说是持有的同盟,就在波阳湖边上 《山海经》还提到萧阳国的人是个长着人一样的脸 嘴唇非常长,身体呈黑色,身上有毛,脚跟反掌 见到别人笑也跟着笑,左手握着主管的一种巨大的野人 又再往下挖呀挖呀挖,一共挖出了1300多件文物 令人惊讶的是,光青铜器就有475件 由于在远古时代青铜器就是高科技的象征 这座藏宝坑的主人在3000多年前搞不好都有跟商朝对抗的实力 最不可思议的是呢 这里一次性出土了53件青铜农具 想想啊,全中国各个时代出土的青铜农具总和只有70件 这说明什么,3000多年前干将这里的人已经把青铜高科技用于农业生产 而3000多年前商朝所在的中原地区还没有这个科技实力 另外还挖出青铜矛、青铜割等实战的兵器 而挖掘出的青铜刀是弯跃造型 也就是说啊,我们在电影中常看到的阿拉伯弯刀 在3000多年前远离中原的江西一带已经懂得使用弯刀了 因为弯刀杀人更加锋利,很适合冷兵器时代的战争 考古队还找到了24颗牙齿 专家判断这些牙齿叫做早齿 并可能与远古的一种诡秘献祭有关 早齿是南方百岳人的一个风俗 就是在结婚、成年、会蒙等等重要的时刻 他们会用早齿把自己犬牙旁边的一颗牙齿给凿掉 用来献祭 这个风俗啊,至今都还在云南和台湾的少数民族中有保留 并且中国古籍上还记载了关于早齿部落的最早来历 说是在大概夏朝后裔的时代 《山海经》海外南京中记载道 早齿部落后来被后裔击败 之后就人间消失了 这24颗牙齿如果和早齿部落有关 那按照百岳人至今保留早齿习俗的现象来推论 他们也一定与南方的百岳羽人有关 后来专家们又从出土文物中找到了两个证据 第一个是一个玉羽人的雕刻 第二个证据是一块玉板 玉板上雕刻的明显是羽人 头上有羽毛装饰 最重要的是它的四颗疗牙 这是早齿部落的最直接证据 因为早齿献祭之后呢 空缺的那颗牙齿是要用玉牙、金牙给重新相上的 相上以后呢 就是这种疗牙的样子象征着身份 也就是今天保留早齿习俗的百岳人 是从今天江西省 干江那个地方南下的 于是专家开始思考 江西是否真有通道可以进入百岳 即今天的广东再到云南和台湾 因此判断啊 这批早齿部落就是最早的客家人 我看到作者句子下判断 前面考古挖到的所谓的干江宝藏 硝阳巨人 找此部落 可能都是远古的时候离开中原 逃往南方的上古客家人 然后幻想在将近五六千年前的时代 炎帝、皇帝和吃友 争夺中原的时候 就有一班中原人选择了逃离战场 来到江西的柏阳湖边 建立了硝阳国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 皇帝灭了炎帝 又和南方的吃友打起来了 硝阳国也变得不安宁 他们又选择了沿着干江继续向南 来到了大山当中 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 就像我们今天在江西、广东、福建 看到的客家围巫一样 他们藏身在大山当中 虽然土地贫瘠 环境恶劣 但是远离纷争 逍遥自在 只要勤俭节约 也能过上快乐美满的幸福生活 唉 这个分析啊 其实对一半 如果因为在干江考古 挖出的古文化 与百岳很接近 就说本来在干江的硝阳国 其居民是硝阳巨人也好 找此部落也罢 因为挺赤油 在赤油战败给皇帝时 而逃往南方 可以理解 至少逻辑啊 勉强可通 但你无法再往前证明 这批原来在干江的硝阳国的人 就是从中原迁来的 甚至知道还是因延帝皇帝和赤油 争夺中原的战争而迁来的 即使你说找此部落是被后裔击败 而从中原逃往干江 但后裔时代也比皇帝 延帝和赤油时代晚了两千多年 很难都在一块儿 就像你不能说两千年前 据说是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 陆续移居到北美的印第安人 跟两千年后 移居到北美的华人是一回事 因此啊 这个考古发现 我个人宁愿相信 它跟三星堆一样 都是独立于中原的一种文化 但三星堆也有很多青铜器出土 也就是说 这个干江的考古发现 真要扯联系的话 与三星堆的联系可能还多些 至少比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要多 另外 就算退一万步吧 萧阳国的早死部落真的签到百月 你也只能说 比起魏晋南北朝开始南签的中原人士 他们更像当地的原住民 与我们认知的客家人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啊 这批我认为是从干江以来的百月原住民 或说早死部落吧 才有这个底气 曾魏晋以后 南签的中原人士为客人 也就是客家人嘛 另外 这个作者还提到啊 客家话当中呢 把我叫做鞍 其实啊 是从江西来到天涯海角的真实写照 那因为自古 他们从中原来到江西 再从江西来到广东 来到福建 那当他们看到大海的时候呢 就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天涯海角 然后会说啊 走到天涯海角 无路可走的人 就是客家人 好像是说啊 客家话的鞍 就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其实啊 我看到一个说法 可能比较接近鞍本来的发音 就是客家话的这个鞍 其原字音是鞍 山东话与河南话的我的发音啊 就是鞍 后来啊 所以时代的演进 鞍的发音呢 与百岳当地原住民的语言 在某种程度上面混同了 而有了改变成了鞍 这是我个人感觉 比较可信的一个说法 那至于是否如此呢 就有待学者专家 进一步的去研究 但我确定 鞍跟天涯海角啊 没半毛钱关系 今天我们聊到这边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 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